台北最正点 一起follow台北最好玩的 流行新鲜事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怡君 嗨我是CCFoodie家昌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分93.1 hashtag台北最正点 今天的美味无极限 请到了台北市最热门的餐点 就是松饼 而且是女孩子最爱怡君 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吃松饼 喜欢松饼松饼 那你喜欢的是美国的那种 硬硬的Q弹Q弹 很甜的呢 还是日本松松软软的那种松饼呢 对怡君来说当然是什么都好啊 只要有得吃都会很兴奋 果然是甜食女王 对尤其是那个hashtag打卡的热点 一定要去踏踏哦 就是我们九州松饼的蔡锦鸣老板 嗨 大家好 我是九州松饼蔡锦鸣 也可以叫我Kevin 大家好 Kevin你好 欢迎你 很兴奋 我们今天有机会邀请到Kevin来哦 真的 2015年之后台北最热闹的风景之一 就是九州松饼的门口 去那边排队 就在排队 可以去朝圣 看一下排队是什么样的盛况 我还记得从富井街 那条台北市最美的街开始 九州松饼真的是平地一声雷啊 砰 让很多人排队 为什么只有这样讲大家没有感受 嘉尚老师要不要说一个风光伟业来听一下 我只知道我的一个好朋友千拜托万拜托说 哎 嘉尚 CC Foodie 你这么懂吃 你一定知道这个老板是谁吧 我们已经排了三个小时了 很夸张 是 人太多了 对 一句是听说呢 那个开店的时候十分钟以内就接了一万三千多通的定位电话 是打爆的那一种 比演唱会的票还要难抢的那一种哦 你可以看看现在蔡董有点尴尬的表情啊 不是那个是 其实骄傲啊 喜欢又开心不好意思说 对对对 嗨 Calvin 你好 蔡董 我们刚讲的都是事实吧 真的 两件八十 开玩笑的啦 对啊 因为这很多人很喜欢九州松饼呢 现在应该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去排队吧 感觉 现在在南三尾峰新的旗舰店 有新排队店 好像还有其他的点对不对 除了尾峰南三 还有傅锦街的店还有一间 对对对松烟 松烟 是 已经有很多汪美好朋友也是很喜欢九州松饼的 因为他的东西其实除了好吃之外拍起来也好漂亮 对 而且是那个口感送信是不是很讲究食材的等等 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啦 那首先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很好康的资讯 其实我们之前有稍微小提过常态性在电台旁边 原山花博 这是我们的土场地 对 所以我们很爱介绍他的活动 对 旁边有些什么有趣 是的 其实一部分是我们听有可能很多人住附近有没有 没错 那辩明资讯就是花博农民市集最近在卖些什么呢 上个星期开始是桃园田市周 那这个礼拜开始呢明天11月9号10号是台南的青碰干州 青碰干 在下一个礼拜是宜兰的红星土巴拉 在下一个礼拜11月23号24号是嘉义的市子 那11月底内州跟12月1号呢是云林县的柳丁跟甘兰州 所以我们从台南宜兰嘉义到云林 把台湾所有最好的农产品在每一个周末到台北花博市集来 都可以享受这个农民市集带给各位最棒的农产品 而且其实呢这个地方不是说只有那个台南州嘉义州才有这样商品 其实是每一次全台的好康的农产品都会在那里 农鱼特产都会在那只是会有主题州 那会有一些主题的教室啊 花博农学讲堂呀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活动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再去关注一下啦 好那我们刚刚有说今天很精彩的九州松饼 嘉义老师要不要先描述一下你去吃的那感觉啊 好啊那大家如果知道在这个松 在甜点界里面啊 松饼就是一个王者的态势 那特别是日本的松饼 那又是更讲究了 那蔡董这一次引进的日本九州松饼 是让我最佩服的 为什么 因为它呈现了九州土地的食材原貌 那当然这些日本的好东西到台湾来之后 他不但没有因为生意很好而停止脚步 除了继续展练之外 而且他做了很多连结 这一块我们台湾热爱土地的活动 包括了他带着日本的好食材下乡 然后另外他同时也在寻找台湾的好东西 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 我们就会请凯文蔡董来跟我们分享 他接下来会为整个九州松饼集团 做出更进一步的一个活动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hashtag台北最正点 每位无极限就正式开始了 欢迎九州松饼蔡景明 Kelvin 大家好 我是九州松饼Kelvin 蔡景明 大家好 第一首歌要送给大家 来自Kelvin Harris 超经典的作品叫做Summer 希望大家会喜欢了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FM93.1 大家好 大当眼很普遍 每20人都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 可能会变成大当眼 并想是爱少吃烧烤红肉 多吃彩虹蔬果 控制体重 多运动 而且爱定期筛减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好够真好哦 大当眼不必怕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 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白冰冰 台北广播电台 活在台北的样子 呼吸快乐的空气 听见台北的声音 是FF93.1 台北广播电台 玩 在台北 吃 在台北 爱 在台北 让怡君和CC Foodie 带大家美味无极限 哈啰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依君 嗨 我是CC Foodie 加昌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hashtag台北 最正点 每天无极限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松饼超级名店 九州松饼 欢迎蔡老板 Kavin 嗨 大家好 我是九州松饼Kavin 大家好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说 这个九州松饼的松饼之所以不一样 是因为呢 有展现出九州的那个风格 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日本当地的食材 对不对 要问一下老板 九州松饼他最主要 社长创立他的一个初始 他用九州七个县市的特产古物 七个县市 对 然后他用这七个县的特产古物 组成这道Pancake 哦 因为他觉得透过Pancake 然后能够把整个一个商业模式振兴农业 然后带到全日本 这是他的初衷 哦 透过这一道产品这个松饼 然后把各地的美食 美味的古物股粉放在一起 他也圣兴产业这样的感觉 春刚号施社长 春刚号施社长 因为怡君我在自己做的这个功课里面 他是这样一家一家拜访农民 对啊 包括了大芬县的小麦 长崎县的云仙如鼠 左鹤县的胚芽鸭麦 宫崎县的林丁和鸭农法去做的发芽 发芽玄蜜 然后鹿儿岛的鸿米 熊本跟福岡的紫米跟红糯米 所以做成了九州七股松饼粉 这就是你说的食材的最基底就对了 最基底 可是为什么请教一下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不同的粉加在一起呢 呃 其实日本现在的一个状况 也跟台湾现在有点像是 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喜欢吃米饭 哦 在整个农业来讲这个趋势里面 我觉得春冈社长他一个很简单想法 他觉得说透过一二级产业 再加上三级产业的一个力量 变成最新日本创生 讲个代名字叫六级产业 哦 发挥最大效果 一加二加三 对 变六级 然后把它带到全日本大家餐桌上 其实这样的一个销售上 反而是可以很直接把这个一个 呃 回馈跟利润可以反馈回到每个农民的身上 哦 感觉好像也是小农合作的一个概念啊 对啊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喜欢什么乳化剂香料 加工淀粉 嗯 Artificial 呀 这些添加剂都是大家非常排斥的 会担心 对 那所以像这样子原味觉醒 樸实无华的松饼代表 哦 啊 集合了各地的农产会萃 而且得到日本象征健康优质的国民金赏 哈哈 是 他在日本得非常多赏 哇 那蔡董也是非常努力才能有这个合作的机会吧 把他带来 这个故事应该有很多人不知道 很感人棒 要不要请蔡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引进台湾的这个故事 呃 我想就是说呃 我最主要我常年都在经营日本跟台湾之间的一些彩妆的一个代理 哦 但在2015年之前我大概发现说其实在日本的整个一个松饼 是一个潮流 是 那原则上我常在台日之间往返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日本有一些很好的一个质感咖啡厅 那甚至一些甜点店 那我开始有这个起心动念 就是 想说应该把他引进到台湾的消费者 那我觉得人就是一旦你的愿力一旦下了之后 就很快就实现起动下去 有机会 对 对 对 所以就在一次我在前往代官山在洽谈一个另外家 生意的时候 我正好经过九州松饼代官山店 哦 但这个名字让我觉得很好奇 是因为我觉得在日本我吃过北海道的拉面 哦 东京的很多像松饼店等等 那我想日本各个地域里面有它的专场 是 但九州这个倒是让我很好奇 我想说九州的松饼到底是什么的口感 所以就冲进去吃 所以就冲进去吃 没有冲进去 我当下一个想法是因为我会议我要先赶去 但是我心里想说 如果我等一下开完会之后 它还开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机缘就到了 就是品尝的时候了 有时候大家真的是这样走过路过看一下 不一定现在进去 有可能是烧的 埋下了这个种子 对 结果进去之后 进去之后我觉得第一个 我吃到这个松饼的口感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 有别于我一般在东京 它是比较像类似杂粮的口感 杂粮的 然后我会点Q弹Q弹的 但是又不太会太过于松软 但是原则上就是说 这个一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贴切感 很快自己会觉得像喜欢上这个口味 但我想加上他店内的一个店长 当下他也跟我直接说明一下这个品牌的一个来源 那春冈浩世社长对于九州当地的一些想法 那想透过这样的松饼 然后带到日本的全全日本 甚至有机会跨足到海外 那其实当下我在看一下之后 其实我觉得这个社长很有想法 很有故事 那心里只想说有没有机会 所以我就顺手从公司包拿出我们公司的简介 虽然里面全部都是彩妆 但是我告诉他我很喜欢 所以我们当下就从这个缘分开始 那之后我本来想说 其实日本人可能或许只是跟我打马服务员 但是在我第二天我要返回台湾之前 正好上飞机前我接到他们店长的来店 他告诉我说他们的社长想见见我 希望我在下个礼拜有没有机会再去一趟东京 那我当下也没有什么想法 马上答应他 所以我隔周就又飞到东京 对 那我到东京之后 其实真的不是见到春康浩石社长 是见到他的合伙人在东京的分公司 另外一位 那我们在interview完之后 他就告诉我说 他觉得我有机会应该前往到宫崎 对 那我其实我当下之前 我常跑日本 可是宫崎对我来讲 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地方 可能东城宫崎骏 那他就告诉我说社长在宫崎 就是最主要整个原料在宫崎 那我当下想法 应该是一个秃头的老头子吧 所以我就在隔一周 我就又飞到宫崎跟社长见面 那春康社长最主要年纪跟我一样 是1970年生 都算年轻有为 对啊 就一个缘分 但我想说从整个过程里面 到后来 其实就这样的经过 从在2013年 我们碰面 到2015年的一月 正式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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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中间经历过一年多的时间 大家往往复复来回讨论非常多 对 但我想说很开心 就是说其实 九州松炳在他的全体策略发展 台湾扮演的非常大一个角色 嗯 因为我看到相关的报道 有说 那个连社长春刚浩斯先生都说 松炳这孩子是在九州出生 但是台湾长大的 真的 所以我想就是春刚社长 现在在日本各地 他也是一个所谓的地方创生的一个企业家代表 是 那他到处在演讲 我觉得很感动一句话 他也劝很多日本人说 以往他们总是靠经验在选伙伴 但他觉得选人比选经验更重要 是啊 这个蔡董跟他的合作就是这样子 本来不是美食相关的 餐饮相关的那个领域 可是呢 看到您的用心 还有这个决心毅力 想要帮忙推广小农啊 还有好的东西 带到台湾给消费者去品尝 是是是是是 对 尤其刚刚有听到就是说 那口感上面是比较不同 有一些松饼哦 是那种Pancake 锅饼型的这种 是是是是 会很松 松到就是用可能 餐具碰到他就碎了 那一种型 很松很松的 但是这一间九州松饼的风格是不太一样 比较偏苦物 口感比较Q的这种风格 那有做法非常简单 嗯 对 好像还有在这个推动上面 尽一些心力 对不对 太懂 对因为我们最主要我们 呃松饼 最主要我们有松饼粉在贩售 那所以现在只要在台湾 比较一些日系超市里面 都可以买到这松饼粉 好像听说本来在日本的时候 海外分店 我们是第一家嘛 是 但是在日本的时候 呃是不是咖啡厅一间 然后很多很多都是卖松饼粉 是 它在日本就是最主要 大概有七千多个贩售店 哦 对都在日本很多超市 或者一些比较高质感店里面 都可以买到九州松饼粉 哇 大家可以想像是松饼粉大推 是啊 那好不容易诞生一间小店 然后之后又被我们的蔡董 发掘了 会演独具 然后带来台湾 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是也是因为台湾的整个一个热销 也引起它新加坡加盟商的一个主意 哦 所以就来台北的店 经过初步的洽谈之后 然后也达成顺利 最后也是在隔年 就在新加坡展开一个非常 反正台湾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demo的地方 对啊 帮忙推销出去 而且其实来了台湾之后 也加入我们台湾好味道 对不对 已经看见有一些网页上的介绍 好像不同地区的一些食材也有加进去 家中老师要不要介绍一下 是啊 那在第一话 因为最近我刚刚好多朋友都洗版了 用紫色的 紫色的洗版 紫色的洗版 大甲芋头 哦 超了 是正好是前一阵子最热卖的一个产品 那一直常销 而且是非常有特色的 就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米达 米达 面茶 米达吗 就是面茶 面茶 然后加上米香米香 董米香的那个米花 哦 他们的米香松饼 也是接下来要热卖的 台湾爆米花的概念 是的 对 好特别哦 因为宜君还有看到 就是说有些食材 比如说像宜兰的三星葱 还有金山的地瓜 是 还有大湖的草莓 这些都是我们从九州请来 这个九州松饼之后 再加上台湾蹦出心之味 没错 有一些在地好味道 感觉很感动 这听到的故事 下一段层面也要跟我们的蔡董 好好的聊一聊 在金银上面 是的 她独特的妹妹嘎嘎 要跟大家介绍咯 而且特别是在台湾的一个成功 一炮而红 真的 傅景街那个光是选点 在15年就是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 一个不一样 因为傅景街是一个好地方 是 但是第一间排队名店 竟然是一间从日本来的一个松饼店 结果没想到背后的操盘高手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 Kelvin 蔡 蔡董 我们期待下一段节目了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FM93.1 Hashtag台北 最正典 美味无极限 送给大家想到松饼就想到哆哩梦 哈哈 这首日文歌曲 是来自新演员的作品 希望大家会喜欢咯 这里是FM93.1台北广播电台 天气越来越冷了 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 对了 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冷气也要收 当然啊 你知道吗 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 所以非夏月时 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 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 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 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庙方快上节约能源圆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我的心也碎 我的事也不能做 我是林俊逸 台北的好声音尽在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反正唱一段 我就只能去穿火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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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93.1就是要听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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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93.1就是要听 就是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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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台北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宜君 Hi 我是C.C.Foodie 加昌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FM93.1 Hashhtag台北 最正点 每位无极限的代言 今天邀请到九州松饼 蔡锦鸣 蔡董 蔡董 Kelvin 哈喽 大家好 九州松饼Kelvin 加昌老师 剛剛我们说要来聊 晶莹层面的美美高考咯 是啊 因为其实最酷的就是 一炮而红 从现在在15年到现在44年来 排队啊 口碑啊 都是一个正面的持续的在发酵 但我发现这不可能是 就是一触可击的 成功永远都不是一触可击 我觉得一开始的热卖 当然会有蜜月期 我看过太多的店 就是排队热店 是一开始生意很好 对对 那后面慢慢的回头客也少了 对 那因为最重要我跟宜君也讨论过 这件事情 哦 所有的餐厅 最重要就是东西好不好吃 对 没错吧 你的核心是什么 如果你东西好 人家才会回来 才会回来嘛 不然排过一次 就谁要跟你继续排啊 真是的对吧 那所以你看我们第一阶段就提到了 九州松饼的自己的一个 发装的一个初想 哦哦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让我觉得很佩服的 对 一位在九州生活的社长 对 自己结合了在地的农产品 叫做春钢浩斯 对 卖了整个日本 对 七千多个点是不是 对 哇很惊人啊 松饼粉的一个概念 是 那真的开了实体店 那我们的Kelvin 蔡董也是有眼光 在那碰到 对 带来台湾之后 真的是 我保证这绝对是可以进这个商学院的case study 真的怎么样让一个品牌 而且不但一炮而红 而且有持续力 原来蔡董做了很多鸭子滑水的动作 什么鸭子滑水 结合了在地的食材 还有在地 把他们日本原创的这个地方再生的这个概念 结合到台湾的这些小学生 小朋友 还有农产品 嗯 也就是关注到是不是说 在操作上面也有加入一些日本他独特的风格 比如说日本的文青峰 第一家店好像在环境设计上就蛮用心的 要不要请蔡董介绍一些 对 因为我想说我们会选在傅景街 是我更感觉就是说 傅景街应该是台北市最像代官山的一条街 哦 风格上有一点雷同了 所以我当下其实我跟日本社长在报告的时候 我觉得是说内在环境其实我们可以花一些金钱 去达到一定效果 但是我觉得外在环境是金钱没有办法去达到 没错 那个点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不管九州松饼将来的怎么发展上 我想很多人一定会记得当初我们的起点在哪里 我想就是我们想把这样子在日本 从内外在环境的一个感觉 很确切实带给台湾的消费者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的三家店 其实都是请日本设计师来台湾做设计 超用心的 真的很像就是直接在日本吃松饼的感觉 你去那里吃的感觉 除了环境之外 他连员工的服装 都是日本风 可是现在好像有蛮多就是日本的餐厅 也会想要走这样的路线 大家都学那个样子 但是他们是真正的把这个原汁原味带过来 搬过来 让你好像你走进这家店 你走到日本里面那种感觉 一秒到戴观山 对 因为有一些人讨论九中松饼的时候是说 不知道为什么父警街是很漂亮 但是好像距离人潮有一点远 感觉为什么会开在那 原来是因为他很像日本戴观山的一个风格 这样子 而且好像在这个健康无铝这一件事情 是以自然纯樸的这一个点 是很想要跟大家做推广的 对不对 因为一般我们如果知道说您在做pancake里面 其实一定需要放到蓬松器 就是小苏打粉吗 对 蓬松器 类似 但是就是说它最主要不含铝的蓬松器 它的蓬松效果不会那么快 持久性不会那么高 所以原则上我们 但原来它对人体来讲是比较健康 比较不上脑 那我想原刀九中松饼 是因为就是说 它最主要的原料都来自于自然 所以我想就是说健康是这个品牌 我感觉就是说也很开心 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卖甜点 可以卖到健康 其实有时候是有点困难 真的不容易 对啊 那原则上现在外面不管在日本也好 我想原则上就是说 可能像春冠社长跟我讲的一样 就是说 其实他觉得这几年 日本的松饼 其实大家花很多心资在上面的摆盘 跟整个花俏度 对 他说很少人会来讨论这块饼的一个本质 健康度 所以他告诉我说 其实这个品牌 我们现在就还原到最原始 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看饼的一个 它最真实的 到底是用什么东西来提供给消费者 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家长们也会很注重的一件事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注重健康了 尤其大家喜欢吃甜食啊 因为怎么讲大家都还蛮幸福 现在哦 所以对自己蛮好的 然后有些时候吃也蛮罪恶感 就会想说怎么样才可以吃的开心又健康 刚好呢 我们九中收饼就是主打这个健康 还有小农的经营 一些米粉加入的一个好味道 作为你们的核心价值这样子 而且好像复合式的经营也是很特别的 对啊 因为我好像我请教一下蔡董 这好像是你第一次跨路餐饮 是 所以说因为您过去的职业 不论是您刚提到的彩妆啊 还有其他 这服务业倒是你第一次就这么成功 是有天分吗 不是 有奇迹 有没有什么多做什么努力之类的 对啊 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蛮幸运的 就是说我碰到一个 相信我可以做他的一个社长 哦 这个合作伙伴很重要 我想就是说因为日本人常会用一些观念 会觉得说你都做彩妆 做了那么久 是不是彩妆不好吗 还是你想换跑道 对 小孩偷换跑道 但我觉得我原则上 其实是真的蛮有个热忱的 热忱的 那我想就酒肉松饼蛋就原则上 说实在就是我很多做餐饮的朋友 在看我起初的一个 对他的一个投入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说 哎你真的不是一个做餐饮业的料 我说为什么 他说 他就说 例如说你看嘛 像日本设计是叫你一张桌子 要花一万块去请老师傅来订 其实现在台湾很多餐饮业 不太会这样做 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个好餐 对 是是是 但是日本设计师常告诉我说 其实好的日本餐饮不是进来讲几句日语 或一句 就代表是日本餐厅 他总是认为说 其实不管我们从提供的食材 器具 空间 甚至一张桌子 对 他说稍微可能懂得摸一下 他可以体贴到我们对客户的那份心 对 那我想说这个是一个日本叫做 就是比较深层的一个礼貌的一个精神的那个 对 呈现就对了 有我们大家讲到日本人好像很容易会联想到那种很细致很贴心 没错 很用心去服务客人的那个职人的精神这样子 就好像可能他们社长跟我们分析就是分享个小故事 对 他说其实在他们的店里面常常在外带客人里面 其实他们是不拉花的 可是他们常常会店员自己会主动 假设今天是一个圣诞业 或者发现一对夫妻很恩爱 或者或者一对情侣在吵架 他会用当下情境可能在里面拉一个当事他想表达一个心意的一个图在里面 但是他说其实在开店这么多年来只有两个客人发生发现过这个事情 但是他们从不宣扬这个事情 他们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心意 很多客人可能今天我特别帮他拉一个小花在里面 对 可能客人不打开盖子就把它喝掉了 那我想说这就是日本人他们觉得说 只是对主要我们做到对愿意帮客人表达那心意 我觉得就够了 我会用心的感觉了 真的 对 可是我觉得好像把这个精神也一起带到台湾来了 消费者感受到才会一直喜欢 所以一开始有日籍的员工或者是合作伙伴直接进入台北的店 店里吗 我们开店的前三个月像日籍伙伴他们就常住在台湾 但是中日两边现在是一个交流 那因为九州松饼台湾现在扮演的是在整个大中华地区 香港还有东南亚地区未来加盟商 他们的整个训练基地就在台湾 所以我们双方是合作相当的密切 那除了新加坡之外 现在您刚提到包括香港 现在香港跟澳门还有中国 现在正在都在洽堂当中 那这个日本伙伴也一定很高兴 对啊 感觉好像有人帮他写bible有没有 整个sop都订出来 因为日本就这么一间店 这让我很讶异 因为等于是在台湾这么小的地方 帮助他推广出去 但是因为最有趣的是因为您刚刚像现在我们在节目现场 对啊 也有一堆蔡董代表的产品 就是他的松饼粉 就是卖片的日本七十个销售点 七千个销售点 然后更酷的是他还有用松饼粉做的面条 为什么松饼粉拿来做面条啊 因为宜君不太懂得那个松饼粉跟面条的那个flour的差别 这个牌子是春刚社长新创叫QQ Island 九州岛 他希望就是九州的七个县市要合作在一起 变成一个新代名词叫九州岛 那原则上他也希望说将来在QQ Island 这个品牌下面 就是我们可以挂十一柱型各项的商品到里面进去 所以原则上他们第一个商品就是用一个意大利面 那我想就刚才讲一样就是说 其实日本人在做所谓的地方创生 他们比较在行 例如说 他们会觉得市场的需求性在哪里 然后把那个商品拿来再看 当地的哪些东西可以做成这样的商品 那日本人其实很喜欢吃Pancake跟意大利面 这是日本人非常喜欢吃的 所以他就以这样的一个商品为主軸 然后再沿用九州松饼模式 就是找县市里面相关的谷物去做成这包意大利面 那其实就我们刚才讲一样就整个一个模式其实发展 从一个商品可以变成到开店 那甚至可以变成到厨艺教室 甚至提供给餐厅来使用 那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多元性多样化的一个发展 是好像也给一些年轻朋友创业有一些新的灵感 对不是只局限于说好像做食品你要先花一笔钱 先买个点 然后再弄弄弄弄弄弄弄 没有你有想法 或许你也可以从像 这个当地的日本的社长 春光浩斯 先从这一个商品本身 然后从这个叫算原物料 对不对 来先推行 也有可能 因为他现在从九州松饼发展 出来复牌 例如说有一个叫Q胖 就是做吐司专卖 也是用九州当地的古物去做 然后他还一个双麒麟工厂的品牌 那原则上他就 对 就是双芹专卖店 那他的皮就是用九州松饼粉 去做双芹的面皮 然后采用日本九州当地的牛奶 跟一些相关原料 去做成双芹 说我就是说 其实当他中心点底蕴够深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延伸无限的可能 是 往旁边延伸出去 而且这真的就是一个 复合式经营的一个概念 产品现在非常的齐全 除了在店内消费之外 还有这些商品 特别是以前在副景街的时候 有好多中南部的朋友 是特别来排队的 包车吗 就来台北玩的时候 特别要来朝圣 但是他不可能一直来嘛 对啊 所以这些产品就成为他 他就会 可以带回去自己在家里 自己也可以做松饼嘛 那现在还可以煮意大利面 那如果接下来您提到的 这些原创地方原生的这些东西 慢慢的也要移植到台北来的话 台湾来的话 我觉得这就会非常的 将六级产业 一级二级 加上三级的这服务业 加在一起 我觉得蔡董真是功德无量 对啊 觉得很棒 刚好呢 已经有看见 就是说在纯程幸福 好味道 然后把小农的好产品呢 推广出去的这个面向 蔡董也做了一些努力 是跟小朋友 还有关系的 我们下一段节目 可以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哦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Hashtag台北 最正点 美味无极限 我是宜芝 我是CC福底加昌 我是九首宾Kelvin 送给大家的歌曲 来自仓路麻衣 叫做杜月桥 想念你 希望大家会喜欢咯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暗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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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刚刚我们有说蔡老板 跟小朋友有什么关系呢 蔡老板 他经营了一个375计划 快乐375 因为想要到偏乡的小学 带小朋友一起体验 做松饼这件事情 因为台湾在50个学生以内的小学校 总共有375间 这就是快乐375计划的游来 而且这些小学校 通常都是在比较偏僻 那生活也比较辛苦的地方 那就像我们到这些松饼店 是举手可得 但对他们而言 可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啊 蔡董是亲自带着自己的团队下降 375从2016年9月开始到现在 走了几间学校呢 正好在上个月正好第48间 48 这感觉因为还蛮辛苦 还要抽出特别时间去 所以好像步调比较慢一点 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 2016到现在不过三年的时间 对对 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两间左右的学校 对 而且有没有重复去的学校呢 有些学校就会重复 例如说比头国小 他们就每年邀约我们 他们把每年的一个特定日子 叫做松饼日 邀约我们去跟很多 他们当地的一些外配的妈妈 然后跟小朋友一起来学校同乐 新住民同乐 我可以想象哦 学长一定会跟学弟讲说 你好好念书 明年有松饼日 对对 大家一定说 我一定要好念书到松饼日 来吃菜桶的松饼 对 变成一种体验活动 是 而且是个仪式性的活动 你就觉得这种事情 非常的温暖 真的 充满了一个正能量的感觉 所以蔡董是带着这些松饼粉 去现场做松饼给小朋友吃吗 我们是直接把厨艺教室的一个DIY模式 搬到每个学校去 哇 那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光是画面就可以体验到那些 个子矮矮的小朋友们 小朋友 拿着这个各种餐厨具 在拌那个松饼粉 对 然后自己煎自己烤吗 是 就是有大人陪同 有大人陪同 帮助他们 他们去参与体验这件事情 然后用你们的食材 然后再结合我们台湾在地的食材去 那每次我们在这活动里面 都会邀约我们的一个松饼店的厨师伙伴们 那其实用最专业的态度 然后到现场 其实我们最主要只是在传递一个餐桌上的一个幸福美味 对 好棒 因为这些小朋友他或许要到长大了 到都市来上学 才有机会 比较有机会来 但否则他平常的日子是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 对不一定会有机会体验到 可是呢 为什么会九州松饼想要做这一件事情 要不要请蔡老板介绍一下您的初衷 其实最主要我当初在看九州松饼这个品牌 其实我想到的事情是 其实我觉得说没有人会吃松饼会觉得不开心 也没有人会因为做松饼的过程里面会感觉到不开心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觉得说在整个一个偏向 我想这不关贫富 我想原来是距离 然后再让父母一些忙碌 对 那我想说九州松饼我们的展店速度又很慢 那原则上我们就希望说 透过的这样的一个小活动 然后原则上我们就到各地区 然后反正有机会的一些小朋友 可以尝到这个一个幸福感觉 对 散播欢乐散播爱的概念 是呀 我想最主要是一个幸福学 真的感染伙伴 感染孩子 记住每一块松饼所带来的幸福原味 简单纯粹 对呀 很那种 我觉得日本的那个印象出现 真的 对啊 宜君的脑袋当中的那个日本人的形象 这块的还蛮多的 幸福感 真的 而且好像日本那边的伙伴们 也受到375快乐计划的影响 有一些动作 这个是你回馈给他们的 听说你做的比他们更快更直接 是这样吗 是 所以我想说日本他们也是这几年跟着台湾的脚步在走 那我想说之前的一个熊本大地震 其实他们他们就发起一个百人一起出来做松饼的活动 然后很多家庭就自己提供所谓的一些家用的铁板烧器具出来 然后那熊本当地为灾民大家一起来DIY 那我想原则上过程里面只是很简单 想让大家透过松饼的一个欢乐跟美味暂时抚慰他们那种沉痛的 疗愈一下这样子的感觉 对所以他们也跟着这个脚步有一些进步这样子 对当然啦我们是从酒中松饼认识到这些事情 可是呢我觉得放到各个产业的面向都有机会 可以把这种温暖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 不过呢怡君个人是觉得就是说除了健康美味以外 怡君还是觉得蔡老板很厉害 因为现在走到微风南山 还有走到这个 后景街松烟 对这么多少女文青会喜欢的地方 在餐点上面也是有很多的那个不一样的用心 像是比如说怡君有看到那个有加入珍珠的部分 对不对也是现在少女会很喜欢的 路儿岛培茶提拉米苏松饼 这个听名字不就觉得大家会好像是一般少女松饼 那个hashtag打卡会看见的东西嘛 在画面上也是用心的 因为我们刚一直强调她的健康 她的口感不同 但是我们似乎忽略了她在视觉上还有大家想吃甜点的那个 心灵抚慰层面上也是非常吸引人的 是一个很棒的一种就是精盈辣 好像在口味上面也有很多不同 要不要请那个老板在最后结尾 我想就是说我们像这一个一个路儿岛培茶提拉米苏松饼 那它是采用于来自路儿岛当地的一个有名的培茶 去把它萃取出来它的寿司酱汁之后 跟提拉米苏去把它和成做成提拉米苏酱 那我想在旁边我们搭配上我们台湾的道地的一个精神 叫做珍珠 那一张珍珠在浸泡在培茶酱汁里面 跟这松饼和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那口感是真的很特别 很香韵 对 很香浓的 而且近年好像在那个甜点里面 红茶肉桂相关也是很多甜点店会发展的口味 好像店里面也有相关的 对不对 对像我们现在在整个店里面来讲 我们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一个经典牛奶松饼粉 然后再搭配我们鲜红茶的一个奶油寿司酱 然后我想再淋上一些肉桂粉 那吃起来口感也是相当特别 哎呀 宜君是注意到就是说 这几种口味好像是挺多朋友会喜欢的啦 如果说嘉昌老师有其他想要跟大家推荐的 也可以再发问我们节目尾声讲一下下 宜兰的三星葱 大甲芋头 金山地瓜 还有接下来秋冬大壶草莓也会上市 这就是九州松饼集团 一直在台湾 从九州的松饼粉为基底 然后结合更多的在地食材 这个地方创生的精神真的是让我非常的佩服 我相信这样子的美味 还有这样子的幸福 精神一定会持续的传递下去 而且九州松饼还有咸的松饼 现在好像很多人喜欢 我超爱吃班尼迪克的 超爱 那如果它结合成松饼的时候 它还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香煎里鸡肉 就是那种火腿口感的 还有另外一种是鲑鱼的班尼迪克蛋 鲑鱼是熏鲑鱼 这是生的还熟的那种 当然是熏鲑鱼啦 班尼迪克放在松饼上 你就可以想象 它把下面的那个麻粉 换成松饼 用九州松饼特有的口感 那真是一个绝妙的组合啊 感觉现在松饼也不是一定要吃甜的了 有越来越多选择 还有搭配炖肉的口味 没错 所以说其实九州松饼的选择是太多了 少女喜欢的甜点 有培茶 有抹茶 有水果优格 有卡斯达 有巧克力牛奶 有蜂蜜柠檬 有肉桂焦糖 然后刚刚咸的有班尼迪克 还有炖肉 真是丰富的选择 对 今天很感谢我们九州松饼的蔡老板 Kelvin 蔡锦鸣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跟我们大家分享啦 九州松饼还出了松饼粉 然后面条 也有一些咸食 比如说饭啊 还有一些搭配着那种炖肉相关的产品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上网再自己去搜寻一下 follow他们的相关介绍哦 那今天这一集很谢谢你来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有空来九州松饼 也希望大家呢 有个美好幸福的心情 我是一君 我是CCFoodie加昌 我是九州松饼Kelvin 最后一首歌 要再送给大家一首日文歌曲哦 是来自Dance Earth Party 和Eden Kai的合作 叫做A New Way Newer 希望大家会喜欢咯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Hashtag台北 最正